麦坚迪今天在一间慈善机构召开记者会做出这项宣布 他还呼吁联邦政府能够加以配合 向受贿于这项无薪假期的人士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目前根据家庭医疗假 雇员可有8周无薪假期来照顾罹患绝症的家人 麦坚迪承诺在省选中胜出后将以家庭医疗假为基础 设立一个名为照顾家人假期 让雇员再得到额败的8周无薪假